中央设计者黄亚军台北28日电,根据中油气价工式估算,虽然成本增加,但因天然气已经连续两个月调涨,因此12月占不涨价,而统装瓦斯价格由于冬季需求增加,估计每公斤调涨0.6元,恐在飙上35个月清高。 中油公司表示,虽然受原油价格上扬因素影响,导致气源成本增加,但由于天然气三个月内调涨不能超过6%,已连续两个月调涨2%,99%的天然气,12月将占不调整,而12月家用液化石油气,统装瓦斯因冬季需求增加,加上运费为浮上涨,一气价工式推估,每公斤调涨0. 6元,维持2015年1月以来的糕点,占上35个月以来新高,若一气价工式调整,12月桶装瓦斯每公斤将达青台币27,56元,每月使用约15桶的小吃摊,每月成本为8268元,将2015年1月低点多出1000元以上。 实际条佛人带中由12月1日公布106万1128。